好的 主播 画面中可以看到滚滚泥水不断倾斜而下 不过这里并不是野稀 而是村庄里的马路 这里就位在台东泰马里乡的沙伦溪 因为承受不住山土而台风外围环流带来的风雨袭击 导致溃体一流 村庄马路直接变成我家门前有小河 道路旁还堆积了不少泥沙 一度阻断车辆交通 让路过的民众骑车都得要小心翼翼的舍水通过 不过今天一早水位已经有稍微消退的趋势 附近居民一早准备出门 就发现家门变成小河真的好无奈 居民也表示这一带每次只要下大雨就会发生泥石流 不知无法出门覆盖泥水的马路也容易让人车打滑 相当危险 以上是掌握到的最新消息交还给棚内主播